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杨子照丽颖市场认可的女流量TOP2谁流量更大,谁更受大家欢迎? 我来说杨子,同兴出道的杨子,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,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。 近年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杨子的容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但她的演技却愈发成熟,塑造的角色也越来越多。 杨子每个领域都有代表性,作品和家喻户晓的角色情景喜剧加油儿女,下雪反战片战,长沙湖香香女性都市成长剧欢乐颂秋莹莹仙霞,古偶香蜜沉沉浸如霜紧密。 献偶亲爱的热爱的童年神话古装题材电视剧长相思小妖,可谓个个都是爆款。 不过杨子更偏爱或者说是长给她的大多是玛丽苏的女主角色,她也能扛热度。 在她剧里更出彩的往往是男性角色,不是她自己,香蜜还好点,但亲爱的热爱的。 余生请多指教,长相思,都是男性角色更暴,但是她确实收获实际,也很不错。 再来说说赵丽颖,她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拼命三郎,从跑龙套到如今的顶级流量。 她付出了太多努力。 虽然赵丽颖出身农村,但她却从不自卑,而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,一步步走向成功。 赵丽颖为人低调,不炒飞闻也不靠炒作博眼球,只一心一意的拍戏,用作品说话。 赵丽颖眼花千古爆火的,之后的知否,陆珍传奇,尤斐,珊珊来了,楚桥传等。 现在女演员们想要的大女主,赵丽颖早就引了个遍,过足了瘾,观众的视线都在她的角色身上。 她实际奖项都有了,国民度很高,风吹半下和幸福到万家两部现实主义作品也取得了成功。 口碑再次提升,她本人性格就很大女主。 赵丽颖全作品都演绎得活灵活现,深受网友们的喜爱。 她的演技和形象,始终与众不同。 她的美貌与气质,与她的优秀表演完美结合,让她成为了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珠。 赵丽颖养子都很优秀,我心中不知道选谁,两位都喜欢,你们呢?